星期三,位於三藩市日落區744 Irving Street的星巴克門店向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提交了成立工會申請。 如果申請成功,它將是三藩市第二家成立工會的星巴克。 去年,Castro Street的一家星巴克成立了工會。 星巴克工人聯合會稱,已經成立工會的門店成為被星巴克針對的目標。 全國有230多名工會領導人被星巴克解僱。 他們試圖與星巴克管理層進行協商,以獲得足夠的薪酬與穩定且公平的排班。 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已對星巴克發出了100多份投訴, 相當於星巴克有約1600起違反聯邦勞動法的行為。 自2021年12月以來,全國有330家以上的星巴克門店已成立工會。 申請工會的下一步是在國家勞工關係委員會監督下進行投票。 目前還不確定該門店的員工是否會投票加入工會。 天下威士記者編輯報導。 天下威士記者編輯報導。 теперь 在文明